我们现在来讲疾病毒的第二大部分 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共军方的关系的第四小点 习近平和中共核心领导层的行动和打算 同时该情报只上交中共主管情报部门的个别高层 并上交给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 各个个别委员和个别军队高层 我所说的这个情报就是第三点上文当中的 中共军方的病毒情报人员认为 华南海盐市场的动物病毒 和武汉不免疫病毒之间有联系 同时华南海盐市场的动物病毒 因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的基础性病毒有联系 初步的判断 武汉不免疫肺炎 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基础性科研病毒泄漏 然后传染到华南海盐市场 再经过自然变异 最终产生人类治病性 并且导致武汉爆发 我们愿意肺炎 这样的情报 就是在2020年1月中旬 有军方的情报部门上传给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 以及他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 政治局个别委员和军队的高层 在一个人数极少的小圈子的当政军高层 它能保持绝密 中共当政军高层获得情报 得知事态紧急 时间是2020年1月中旬 后几天 简而言之 是一种处于科研阶段的病毒生化武器的泄漏和逃逸 并且经过自然选择变异后 具备巨大的生化武器 攻击性的病毒生化武器 这些在武汉爆发传播 类似于一场大规模的生化袭击 那么 习近平等中共当政军高层立刻明白了事态 立刻明白了事态 立刻明白了事态 就是这类似于一场大规模的生化袭击 做出了牺牺牲经济 立刻封城的决定 否则 该生化武器 马上会攻击全国 同时为了移决后患 立刻销毁了湾南海鲜市场 与武汉本地和湖 湖北所有相关的动物 集散场所 公开是防疫后 实质呢 是它的防疫 来永久消灰 病毒初始阶段的传播链条 导致病毒溯源没有关键证据 永远无法追溯到武汉病毒研究所 和武汉病毒研究所之后的中共军方的生化武器制造中心 中共秘密销毁 华南海鲜市场物品的那一日 就是中共军方内部确认 该病毒与其研究的病毒生化武器计划有关的后一日 同时中共军方也控制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该所的研究计划和项目被 以各种借口和理由保护和研究起来 同时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被蒙在鼓励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能武汉病毒研究所有过怀疑 但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拿不出证据 因为华南海鲜市场被中共军方情报部门封锁和销毁 武汉病毒研究所无法自证有罪 同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相关的研究项目也被保护 武汉病毒研究所也不能对外公布自己曾经的研究 同时呢 武汉病毒研究所也经历了党性教育威胁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武汉病毒研究所只能有疑心 但是呢 没有能力做什么 中共以及军方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 掩盖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疾病毒和研究疾病毒的事实 销毁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起源证据 导致新冠溯源永远无法进行 更无法追寻到中共的病毒生化武器研究计划 销毁和保护性封锁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基础性病毒数据 武汉病毒研究所无法自证犹罪 最重的目的是掩盖中共军方在秘密研究反人类的无情化病毒 生化武器事实 同时推托中共引发是新冠病毒世界传播所犯下的反人类重罪 防止中共政权因为新冠病毒在世界传播的反人类重罪而倒台 证据